Hello 大家好,我終於在韓國回到香港了 這條影片就是想分享一下 我在韓國買了什麼回來的 首先說說一些不能吃的東西 我買了兩把充滿韓國特色的扇扇 其實買來不知道做什麼的 真的買來不知道做什麼,純粹是貪過癮買回來的 我的頻道就是以煮食為主 所以當然少不了買他們當地的餐具 包括這個筷子和這個匙巾 其實我本身也很想買它那個貼飯碗 就是有蓋的那個 但因為它實在太顏色了 價錢是很便宜的,但它真的太顏色了 所以我就沒有買到 唯有那個在香港搜羅一下去買它 另外我買了兩個,分別是掛頸的銀包 還有兩個掛頸的卡片套 其實這些東西在韓國很多人都已經在用 而且它的價錢又不是太貴 而且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 因為有人自己在外面不想拿太大的銀包 就可以加入一些身份證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 因為我的銀包呢 讓大家看看我的銀包 我的銀包是非常龐大的 非常厚的 其實裡面是沒有錢的 所以有時候拿到外面是不太方便的 很壓榨的 所以用這些的話我覺得是非常好 為什麼買這麼多呢? 原因是方便搭配衣服 好,接著就買了這個 非常大的背包 這個背包我覺得是非常划算的 它在港幣是70多元一個 我這次旅行唯一買了一件衣服 就是這件白色的T-shirt 這件衣服是在東大門買的 好像沒什麼特別 純粹是因為買衣服而買衣服 聽很多朋友說 在韓國買狗仔衣服 是非常貴的 要超過百元一件 我很幸運 我不知道為什麼買到便宜的 這件狗仔衣服買給我朋友的 它為港幣是大概 好像80元之內的價錢 我覺得非常划算 如果聽我的朋友說過百元一件 這件是不是 已經是非常便宜呢 有機會叫我朋友的狗穿了衣服 就拍給大家看看 好,接著就買了這個電話殼 還有這個袋子 這兩樣都是用來做手信 買給朋友的 想說一下電話殼 在韓國買電話殼 我覺得是非常划算的 而且它的款式非常多 而且真心覺得它很漂亮 所以如果大家去韓國旅行的話 不妨可以買多幾款 去換一下電話殼 因為真的很便宜 我忘記了看新聞 還是聽朋友說 韓國已經禁止了用自拍成棍 但其實我去14天那麼久 看到很多韓國人自己本身都在用自拍成棍 不論是情侶拍照 或者是全體照 或者是自己拍照 都是用自拍成棍的 所以我也是在那裡買了一支 自拍成棍 它大概是70多港幣左右 這個沒有任何WiFi 或者是藍牙去連接 它是直接把插頭 駁在電話上 然後在棍子上 就有一個拍照鍵 就可以按照拍照 買了四個磁石 這個就是濟州很出名的 公仔 暫時忘記了它的名字 是一個磁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真的很奇怪 每次去旅行都會買磁石回家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癖好 有沒有這樣的嗜好 然後我就買了兩隻的杯 兩隻的杯 兩隻的杯 兩隻 一模一樣的杯 可能大家會問 為什麼會買一模一樣的杯呢 事緣就是因為它這隻是紅色 另外一隻是白色 只要你買了一套的話 它是便宜了一點 而且它是給了兩隻色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給錯 還是怎樣 結果回來就是兩隻紅色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兩隻紅色杯 為什麼呢 另外一樣就是一隻 平平無奇的鐵杯 其實特別在的地方 就是我去了這個地方 就是叫做DMC DMC就是一個 南韓和北韓之間協定了的 一個 非武裝地段 他們兩個協定了 滑出一個地段 沒有任何的 軍事用途 所以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挺特別的 可以認識到他們兩國之間的歷史 而且是非常漂亮的 遲些剪片給大家看看 所以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去 所以就買了一隻杯 去做一個紀念 我曾經去了這個地方 另外一樣 跟韓國文化 潮流有關係的 就是這一對 大韓文國的拖鞋 如果大家熟悉 韓國文化的話 基本上這一對拖鞋 是非常出名的 因為有很多大學生會穿 而且是非常便宜的拖鞋 重點就是這個拖鞋的位置 是寫著 Made in 韓國的 所以 去了14天那麼久 當然要 入鄉隨俗 跟著他們的文化 所以我也買了一雙拖鞋 在韓國也買了三副眼鏡 就是這兩個 沒有鏡片眼鏡 還有一副太陽眼鏡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款 告訴我 因為我本身已經有很多沒有鏡片的眼鏡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這副太陽眼鏡買來 純粹是貪人的 在香港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以戴的 但是我覺得 戴這些太陽眼鏡 是有一點串嘴的成份 所以 對 所以純粹是拍照 貪得意的 這個真的是 但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另外一樣 就是關於這本書的事 這本書是不需要錢的 是在濟州那裡拿的 這本書主要就是介紹了 濟州有什麼景點 有什麼好吃的 還有一本是用來掃印的書 因為濟州有些觀光景點 有一個印去吸 給大家作為留念 而且另外一件事 就是只要你集齊 我忘記了多少個印 你可以換到一個 一個布袋 我手上的布袋 還有它是有這個 這個我沒拆過 我不知道是什麼 哦 對了 就是兩條 濟州特色的一個手筋 是不是叫手筋 但是手筋很大 很大塊 總之兩塊這個筋 這個也不錯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濟州的話 記得就拿這本書去做一個參考去看看 去韓國的話 基本上護膚品是會買的 我也是買了一些 非常之少 主要是幫朋友買的 這三塊很奇怪的面膜 不知道為什麼買的 因為純粹覺得它很有趣 對 純粹覺得它的包裝袋很有趣 因為它的面膜跟外面的公仔 是沒有關係的 它不是外面的公仔 如果是的話我也覺得挺有趣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都記得 我在濟州的時候有去過綠茶園 綠茶園其實是一個 其中有一部份是 其中有一部份是 給人家有些工作坊 去做這個 蕃茄的 我在那裏也買了兩批 蕃茄材料 都做了一些蕃茄的 基本上是即場做的 可以做完之後 拌好粉 拌好之後 再用一張紙包好 然後放一個星期 這個蕃茄就已經可以用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用來做手信 我覺得是蠻特別的 而且 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 它只有濟州才有的 Innerspeed 買了這一套面膜 他說只有濟州才有這一套 合裝這一套面膜 但其實你回到手耳 都會看到有這幾款的面膜 是在那些店舖有得賣的 只不過它是沒得一套賣的 它只是有得散買 但是沒有一盒賣的 所以我在濟州的時候也買了 如果是買了他們的面膜之外 我還買了三樣東西 手實上是這三支 這支是用來洗臉的 用來洗臉的 這支是爽膚水來的 這樣 這個樣子 這支是新出的一支面膜 其實這三支是在香港都可以買到的 但是在韓國買便便宜一點 其實我自己現在也是買貴了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濟州那邊這三支是沒有任何設裝的 但是你回到手耳就會看到這三支是在設裝的 而且更便宜一點 因為我現在是省買三支 我也是買貴了一點 但比香港買便宜一點 我到底是買貴了還是便宜了呢 另外一個是幫朋友買的 就是Toni Moly的面膜 這是一個 是一個面膜 這個是面膜 買完這一包呢 其實這個是送好的 也有很多sample 裡面也有很多sample 送給我朋友 好感動啦 終於說了一些不能吃的東西啦 現在進來的環節就是能吃的東西啦 好 承接上一個標題 都是Innerspeed 其實我沒有買廣告的 因為我真的給錢買的 因為他們除了賣護膚品之外 其實他們在濟州那裡有開了cafe 在他們的cafe買了兩瓶的東西 一瓶是柚子茶 另一瓶是濟州金的茶 這是用來沖水喝的 我覺得也挺特別的 不是很貴 在那裡也買了兩瓶很特別的糖 這瓶是一個 輕製的糖 這瓶是 綠茶 另外這瓶是 這瓶是什麼味道呢 我也忘記了 這瓶是買來送給人的 繼續濟州的手信 在濟州有名的濟州金 但是很可惜因為 去的日數實在太長了 所以我沒有可能買了這個濟州金 放了十幾天 所以就買了其他的副產品 就是這個 用濟州金做的朱古力 用濟州金做朱古力 聽起來我也想知道是什麼味道 好,現在先偷吃一粒 偷吃一粒 等等,他的樣子是這樣的 偷吃一粒 好像是橙色的 好像是橙色的 雖然他說這個 濟州金做的朱古力 但是 你完全吃不到有濟州金的味道 因為他的朱古力 基本上已經遮蓋了所有的味道 所以其實他跟普通的朱古力 沒有分別 不過他的朱古力 是屬於甜的一種 好,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也是在濟州購買的 就是有濟州金的鳳梨酥 它裡面一盒有八塊 讓鳳梨酥的皮 鬆脆一點 而且裡面的餡料 吃到有濟州金的味道 而且沒有鳳梨酥那麼甜 這個也是在濟州購買的 就是用這個濟州金做的米通 覺得沒什麼特別 它的味道有點像蘋果批的味道 而且 它非常的黏 這個濟州金的 光 看到嗎? 脆的 它是這樣的 很乾的 很乾的一個濟州金 如果大家 貪過癮的話就可以買 我應該就 未必會再買了 因為這個味道真的很複雜 不知道怎麼形容 又苦 又有甜又有脆 來到最後一樣的手信 終於就不在濟州購買了 就是我手上這個熱炒中的 蜂蜜牛油薯片 這兩包薯片 對於我來說有點典故 所以 這條影片實在太長了 我怕大家看得很辛苦 所以我下一條影片再繼續說 買薯片的經歷 給大家知道 今次的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在下面給個like 當然記得要follow我Facebook和Instagram 好,我們下一條 這個 吃這個薯片再見 拜拜 拜拜